16. 太陽報 欺危機露柱光道指高開225 2015年7月11日財經B01中港股市兩日來呈現報復式反彈 加上希臘再次向國際債權人遞情改革方案 據報雙方分歧縮窄 歐美股市週五顯著上陽 道指組段帳225點 報17773點 納指帳63點 報4985點 英 法 德股美段分別帳1.17% 2.89%及2.59% 避險衰逃下降 日元回價低見122.7對1美元 錯1.12% 歐元增大1.63% 高見1.1216美元 美匯指數回落至95.454點 跌1.19% 同時 鎮央希臘的十年期債息直查5.216點 低見13.581點 美國及德國十年期債息升7.98及16.9點 高見2.4009及0.888點 美國三十年期債息計週四標14.58點 創兩年來最大單日升幅後 作帳8.38點 高見3.2041點 數據方面 美國五月份批發庫存案月升0.8% 勝預期 國際能源機構 有時明年前將持續供過於求 油價孔進一步下跌 不過 有時供求明年有望趨於平衡 因石油書出國組織OPEC以外 由產自08年來首度停止增長 紐約旗油每桶增升2.1%後倒跌 Apple股價組斷匯陽蘋果公司 股價週四跌2.04% 收補120.07美元 連滴五日 而且兩年來首次連續兩日跌超過2% 距離今年高位跌近10% 幾乎出現技術性調整 不過 Apple股價週五組斷匯升2.47%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